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2月3日 下一周美国政府要开一次民主峰会 邀请了台湾参加 但是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参加 但是中国政府就很不高兴 所以这段时间中国政府的发言人都在抨击美国的假民主 曾经说了 说你去对这次的会议耿耿于怀 那你还不如中国自己组织一次民主峰会来唱对台戏好了 果然中国政府昨天搞了一次民主峰会 为了表示这个是一个国际会议 还连线了几个洋五毛 当然这些洋五毛都是要来说中国的好话的 说西方的坏话的 都是要帮着宣传说中国的民主才是真的民主 美国的民主 西方的民主是假的 他们不这么说的话 也不会邀请他们去参加会议了 如果参加会议的时候 他们说了中国政府不喜欢听的话 那是会当场就把线给强断的 这些洋五毛能容其中最著名的是两个在英国的所谓的学者 他们一贯就是为中国政府做宣传的 是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们人在英国 但是敢骂英国政府 敢说英国政府的种种的不是敢抨击英国的制度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不会因此 英国政府就把他们给抓起来 就限制他们的言论 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骑循是很明白 英国是有真正的民主的 反过来 如果说中国政府的坏话 敢说中国政府搞的民主是假的民主 如果人在国内的话 早就被抓起来了 说你是寻衅知识 或者是要颠覆国家政权 如果是在国外的话 没法跨国追捕 那就可以把你封杀了 或者至少不会再请他们去参加什么会议了 所以从这件事 那就可以看出究竟哪一国的民主是真的还是假的 中国政府搞这次民主峰会的目的 是要争夺民主的话语权 要跟美国争夺 要重新定义民主 实际上就是想把真的民主说成是假的 把假的民主 把专制说成是真的 甚至还用了一个新名词 叫全过程民主 就是想要把水给搅浑 让大家分不清究竟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专制 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专制 我们怎么样区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 我记得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 我们要看国家或者政府的领导人 他是怎么产生的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途选产生的 而且这个选举是这种自由的公正的选举 而专制国家的领导人 他或者是通过夺权上台的 比如说通过政变 通过革命 然后上台的 或者是内部的一个统治集团 推出来的 也就是说 专制国家的领导人的产生 他不是这种普选产生的 跟普通的老百姓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谁当领导 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关 普通老百姓在这方面 不要说没有选举权 连话语权都没有的 人家谁要当领导 你是不然反对的 谁敢反对 就把你给抓起来了 所以这个选举呢 是有没有选举 那这次呢 那这次呢 峰会就是想要改变 那这个民主的定义 参加会议的那个国师 张维为 说了 说选举不等于民主 中国的民主 已经超越了选举阶段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这个民主不好 选举不好 选举呢 容易被操纵 所以有一些国家 他指的是西方国家了 被这种资本 技术 舆论 操纵的结果 那导致呢 这个选举的结果呢 就出乎意料可见了 这个选举是可以被操纵的 这称为 说这种话呢 是混淆了 影响选举和操纵选举的区别 那一般的说的 这个操纵选举 指的是来操纵这个选举的结果 这个结果是定死了 还没有选 就把这个结果 给定下来了 然后通过各种方式 比如说通过内定的方式 通过只推出一个候选人的方式 或者呢 是通过这种舞弊的方式 然后呢 让这个选举的结果 没法改变 确定无疑 这才叫操纵选举 如果说这个选举的结果 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那就不叫操纵选举了 所以张维维连什么叫操纵选举 他都没搞明白 这种人在现在中国当过所谓的国师 西方的那些资本 那些资本技术舆论 他们能够做到的 也就是想要去影响这个选举的结果 但是呢 他是没法操纵这个选举的结果的 也就是说 你再怎么影响 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想要的结果 所以呢 他这个选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不具有确定性的 下一届的美国总统是谁 现在呢 是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因为他这个选举不是操纵出来的 但是呢 下一届的中国国家主席是谁 那谁都知道 虽然呢 表面上还要经过全国人的来投票选举 但谁都知道 那个选举 这是一个表面文章 这是一个走一下程序 也就是所谓的橡皮图章 他是改变不了结果的 那个选举的结果 那肯定是百分之百 或者呢 接近百分之百 都投的是赞成票的 赶投反对票的那些人 或者呢 是当不了这个全国人大的代表 或者呢 已经被抓起来在牢里了 所以这个结果 这种选举 才叫是操纵出来的 但是呢 虽然这个结果是确定无疑的 还要做这么一个选举的程序 让这个选举的结果 合法化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 即使是中国政府 也是认为说选举等于民主的 所以呢 还要做这么一个表面的文章 来这么选一下 那现在 张维为说 选举不等于民主 中国已经超越了选举的阶段 那就是不是意味着 以后连这么一个表面的文章 也不用做了 也不需要什么全国人大 来选什么国家主席了 那这个国家主席就直接指定 就完了 就这么一直连任下去了 甚至呢 是不是还可以搞 试习了 因为跟选举已经没有关系了 民主与专制 另外一个差别呢 那就是要看 又没有权力的制衡 民主国家通过选举 产生了国家或者政府的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啊 选出来了 不是一个独裁者 他手上呢 是不具有绝对的权力的 也许他手上有很大的权力 但是呢 他这个权力 还是要受到各种的制约的 要受到议会或者国会的制约 要受到法院的制约 所以呢 他是不能为所欲为的 想干啥就干撒旦 但是做起事来是爱手爱脚的 所以这个呢 是民主国家的一个特征 但是专制国家就不一样了 专制国家的领导人 手上呢 是有无限的权力的 这个权力呢 或者他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或者呢 是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 所谓的集体的领导 要搞什么集体领导 其实呢 也就是那么几个人 来互相的分享一下权力而已 所以呢 他这个权力 就集中在一个人 少数几个人身上 是没有制衡的 他们的权力 是绝对的 这个国会 或者叫人大 是要听他们的 那是制衡不了的 法院 更是要受他们领导的 更是 没法 对他们有任何的 约束的 那所以 这个专制国家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领导人 特别是大领导 有绝对的权力 是没有人敢反对的 谁敢反对 那就会被抓起来的 不幸的话 去问问 参加这是中国的民主峰会的那些人 问他们敢不敢反对大领导 敢不敢反对大领导连任 敢不敢对大领导的 说的任何的话 表示异议 谁敢这么说 在墙内 那就是叫妄议中央 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 马上就抓起来了 或者是寻衅之事了 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了 或者呢 就说你是搞这种腐败了 就下台了 如果是在墙外的话 没法夸国追捕 那么呢 那就把你给封杀了 我至少呢 不会请你去参加这种所谓的峰会的 所以就从这点来看呢 就随时增民主也是很明显的一件事 中国政府呢 以前做的宣传呢 都说是中国不能搞 全盘西化 意思呢 是说西方民主再好 那也只是适合西方国家 不适合中国 中国有特殊的国情 比如说 中国人民的数字太差 那所以呢 不能搞民主 那搞西方的民主的话 中国就会大乱 那这种宣传呢 还有很多人信 包括那些 有一些文化的 或者所谓的知识分子 也都信这一套的 后来呢 那就又开始宣传 说 这个西方的民主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他们 在本国呢 也是存在很多问题 存在很多弊端的 不只是说 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 也不适合于西方的国情 所以呢 西方国家 你看那么乱 出了那么多的事 就是因为 他们这个民主 是不那么好的 那这一套宣传呢 也有一些人 会信的 再后来呢 中国的经济发展了 变成世界老二了 然后就 有所谓的大国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了 那就觉得说 我们中国的制度 不比西方的差 甚至呢 会更好 而且有很多的 所谓的制度的优势 很多的事情 只有中国做得到 西方做不到 那这套宣传呢 信的人呢 也有 也有一些人 会信 实际上呢 就是认为说 中国虽然是专制 但是呢 专制有专制的优势 甚至呢 专制要比民主 还要好 所以也有一些人 信这个 但是 现在呢 宣传变成了 我们中国不是专制的 我们中国之所以 制度的优势 是因为我们中国 是真的民主的 那西方你们搞不好 是因为你们的民主 是假的 所以呢 变成了 说 中国是要比西方 更有民主 民主 更真 那这种宣传呢 就没有人信了 不要说墙外的信了 强烈而明 没人信的 连说这种货的人 我想他自己都 不会信的 那去做这种宣传 干什么 搞这种 没有人信的宣传 还要开什么 民主的 峰会 那用意是什么 这个纯粹呢 那就是在 自娱 自乐而已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